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师水兵目修善功成为俊功典礼 在一片肃穆中举行 悼念常年地下的中国近淡海军的五位士兵 以及他们赴唐导火 藏身大海的战友 1881年7月9日参加超永号 杨威号的试航后 北洋水师军官持重又来到这里 停掉不久前因病辞职 安葬于此的两位水兵员陪伏和故事中 他们跟随北洋水师提督丁如昌率领的224人组成的接舰部队 万里迢迢来到纽卡斯尔泰温和西段岸边的埃尔斯维克 从阿姆斯特养造船长 接收清政府订购的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 而这两艘配偶大口径重炮的军舰也奠定了北洋水师日后发展为正规海军的基础 可西元故二人水 苦不服 一病不起最后禁死在异国他乡 展开全文耐人寻味了时 持重又叮嘱在接舰期间结识的英国女 阿里好好召开水兵墓地 她把这段异国情缘也写进了自己住宿的西行日记 持重又后来参加了甲午海战 民国成立后又在海军部任总务厅副官 兼编短科科长并驻有海军实际 成为须指可数的中国近弹海军创建亲历者和研究者之一 接舰部队中林泰曾担任超勇管代舰长 邓士昌担任杨威管代 并从泰人河口驶入北海 辗转京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 途径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 回到祖国 六年后的1887年7月23日 在埃尔斯维克造船厂办公 升起了三角形黄龙旗 志远号正式建成 邓士昌第二次来到英国建造 接舰并受命将指挥英国建造的志远号 靖远号以及德国郡公的靖远号 来远号一同返回天津大孤口 而在这期间 三位福建籍匪匪兵连金援 陈承奎和陈寿富 先后病逝在英国纽卡斯尔 也被安葬于圣约汉公墓 一年后 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一支由25艘军舰组成的世界级规模的舰队 在东亚崛起 阿姆斯特拉埃尔斯维克船厂 为北洋舰队建造战船的同时 也在培植虎视眈眈的日本海军 日本联合舰队的浪速号 邱金舟号 是超勇级巡洋舰的改进型 而吉野号 则是致远级熊甲巡洋舰的加强版 也就是说 中日两国的军备竞赛 就是从纽卡斯尔地埃尔斯维克开始的 出自同一个船台的中日军舰 在1894年9月17日 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狭路相逢 邓士昌指挥炮弹用尽的致远 复然开多马力 冲向敌阵 挡着日本联合舰队集中攻击的 北洋海军旗舰丁远号前面 吸引日军火力 做最后的搏杀 日本海军为致远的殊死冲锋所震撼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一东又哼命令 多艘日舰调转炮口轰击致远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 连同邓士昌在内的 246名致远官兵壮丽迅国 当年从泰恩河口启航的 四艘中国军舰中 超永号 杨威号也相继沉没 石仲右的海军 实际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超永 杨威两舰重弹火发 全舰焚毁 超永管带黄建勋 杨威管带林吕中 浮沉海中或抛长绳员之 推不就已死 各援兵变军随船坟逆 五个月后 1895年2月17日 北仰海军在威海为全军覆没 1911年6月 凤卿停止一率船 参加英国乔治武士国王 加冕里的大清海军将领成碧光 顺访纽卡斯尔 曾作为广领号管带的成碧光 参加过甲午海战 并重创日本舰队的西京文浩 他此次率领海盈号巡洋舰官兵 来到圣约翰公墓祭奠慈室的水兵 并重新修缮墓地 今天我们看到的记录了宣统三年1911年字 这样的碑文正是成碧光及下属留下的 我从两次造访纽卡斯尔 可惜都没能亲眼目睹水兵墓 看到的则是纽卡斯尔的长河落日 把金灿灿的余灰撒在泰恩河上 撒在岸边星星点点的城镇村落上 五个普普通通的水兵 一段潮起潮落的记忆 138年了 还会时时燃起澎湃的激情和恶外的悲愤 重修水兵墓的善举 就是让留住这段自强奋发 却无力回天的过往 留住百年来革新抗争的思考与探索 留住中国近代海军献身者的尊严 作者简介 赵刚安德鲁 北京城市广播特聘教育专家 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特邀留学培训师 英国格拉斯克大学MBA 曾长期担任英国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 撰写出版留学的逻辑 到英国去等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